我们今天宣布有3例境外移入COVID的病例 从美国、日本、菲律宾入境 没有本土的案例 逃1月内群聚感染事件似乎有暂缓平稳的迹象 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新增3例 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的案例 本土个案并没有再新增 3例的境外移入 分别来自美国、日本以及菲律宾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案915 一位日本及50多岁男性 1月15日来台工作 如今后到防疫律官检疫 致近都没有出现症状 一直到1月30日检疫期慢后 由公司安排到医院拆检 才验出裸阳性反应 1月30日的检体经实验室复验 核酸及血清肿抗击军臣阳性 今日确诊 那以匡列各案接触者两人列为居家隔离 另外今天新增的案914及案916 疫情指挥中心分别各匡列17名 以及35名相关接触者 除了关心今天新增病例的情况外 外界也很好奇 指挥中心昨天公布 在日本及台湾一共裁剪8次才确诊的案913 究竟是怎么回事 指挥中心也解释案913在日本确诊出院后 在当地一共裁剪5次都是阴性 回台后实际上只裁剪了3次 前两次是依照国内规定进行裁剪 最后一次则是他自己表示出现相关症状才会进行裁剪 不过经由指挥中心疫调后 却发现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根据最新的疫调的是 似乎是他应该是 有假装有类似这样的症状 然后要求再采 结果就采检到 那现在应该是没有症状 这样自称有病症向采检的情况 过去闻所未闻 目前地方卫生局正在调查 后续将依法处理 至于外界之一案913 但有没有可能是在国内受到感染 指挥中心也透露 按913的PCR及抗体检验 但今天傍晚结果就会出炉 明天一定公布 话说回来 虽然最近几天 国内确诊武汉肺炎的本土疫情 没有在持续扩散的迹象 但疫情指挥中心还是不敢大意 针对陶医院内群聚感染事件 将启动清零计划 明天就会先进行扩大筛检 主要对象维权员员工2310人 和外抱员员353人 不过会扣除575人不需要裁检 总共只会有2088人需要裁检 整个布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扩大的筛检 当然就是一个 就是大家看看还没有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那再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检验结果 再来领定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指挥中心预计清零计划 以2月4日为基准点 因此分别会在2月2日 2月3日 2月4日进行裁检 并根据检验结果 再决定下一步清零计划如何进行 另外陶医院内群聚事件 需做14天居家隔离的人数 目前指挥中心 共匡列4325人 分别为院内102人 社区845人 以及回溯的3378人